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话来野狐断下这个棋啊 那这盘棋我是拿白的 那一开始呢他是走小木跟星位啊 那我也是走小木星位 这时候他直接挂我的这个星位啊 嗯 这个挂的话我是觉得比相较于他这边地角的话 我是觉得他在这附近落子应该会更大 那我左上就先不硬他好了 我觉得挂角更大 那他小间那这样子我们就拆个边吧 嗯 走个低拆三好了 刚有点想要是不是拆个高的走的高低配合不过 其实现在一般布局观念可能比较没那么强调那种高低配合之类的东西啊 哦那这时候他打入这个打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靠一个然后他搬我们再退 哎呦他单踢 单踢的话哎呦他没有先搬一下 这起我是怎么下比较好还是立吗 还是立他有可能会挖瞻 他有立完我我如果立他挖瞻的话我贴让让他头上敲一下我好像不太好 还是这起我横顶 或者粘住感觉好像粘住比较 比较像 刚刚立好像是不太不太行 被他挖瞻的话 哦他这起就直接把粘掉了 哎他刚刚搬我们可能挤一个 哦我刚刚好像应该挤一个 这起我直接搬有点水手啊我刚刚说挤的话他 我不会挤他虎在二路我好像也不太好 那还是这么走吧 实际上这样子白起应该应该没有不满 他再搬上来 再搬上来 再搬上我如果再搬他会再连搬 哎呦右下角我怎么觉得他好像下的还可以啊 感觉白起 不太好 感觉白起是不太好 这边我应该不要再硬了再硬的话他好像下面越来越大 干脆脱先 拆一个那是才有刚好有点虚他断点的一个意味啊再再长一个那这边就看清了吗他等下断了我们好像三个还只能弃掉 右下角我们应该是亏了 不过也没关系反正 围棋是很 很漫长的 这我们就慢慢下 下边跳一个算比较稳健啊 又不太喜欢被他飞一个 不许走到这边白起应该是稍微有点吃亏啊感觉上下右下角包括下面可能都不太便宜 那实在他来左上双飞我们就靠一个靠他大部分应该会搬吧搬我们就长那这时候他可能脱或者 或者点脚 他实在选择这个长算 最近比较少看到了不过 传统定时也是都有 有 那他就直接上面拆了穿动地上是黑旗尖或者尖这里 他这旗就直接拆的话那我们就 提一下好了 他有长我们再接这个这个看到补不补应该是没心情补啊可能左边拆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将来可以断几下 有一些利益 断了长然后再吃 那接下来的话 下面是有个打入点也可以考虑直接点脚 我选择打入这个好了 单点脚那可能会 什么挡完连半吃脚 哦他踹我一下踹完是想要再跳这个是不是 看一下他怎么走 哎就直接把年 哇他这个旗右下也是直接把年掉了那这个这边他又直接把年了 看他藏过一次便宜之后决定要继续这样弄我 这边我又再挡的话他还是沾我爬过他就跳一个 之类的感觉他左下也是有点大 这起我应该不能 满足于 挡住 我这起可能要靠一个 靠他如果搬的话我是要连半还是长 哎哟他救回去了 他这起我感觉还是要硬一下 这起他救回去的话 确实感觉上 这边被我储下去他应该是 我是觉得他不太好 也不能说不太好就是亏了一点 应该可以搬他如果挡我们再接回去 接回去这边他如果要立的话我们是一拆二好像把左边的正式给打散了而且白旗在左边也 根据地看起来是还蛮健康的这个旗哎他这起怎么敢搬出来 打吃完针子他不立而且我有没有可能门峰打完针这打完门峰这个的话冲我 搬一下我在贴好像门峰应该是不成立的 那这起我们如果说去把针掉啊变成说他有一个引针 在右上角可以引证一下 也许我应该单气掉 这起针子不利针子有利但是他可以引针 让我有点想弃掉 不过也没关系吧 反正他如果引针的话我们就还是在这边理他因为他这个要跑了大不了就三颗给他而已很小 并不大 那右上角我们就先脱退两下吧脱退两下之后再飞一个 这左边他是有打入点的啊这边被我逼到之后这个打入点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很诱人的一个地方 但是右上我们得先走那这个旗拆 拆一步看起来也挺大 但是左边确实想点想想打入 右上角定型我可能需需晚再拆一个但是左边看起来太诱人了必须得先打 打他就单靠了我们看要立下去或者撞了班果应该都还行吧 单立的话 单立他走什么 可能会顶我 还是撞撞了班果算了 撞了班果也可以但是就是看起来稍微俗一点应该是还好 也可以啊 顺便加强一下我这边不过是这块好像本来就很厚也不太需要加强我也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他这边掏空那他这块起其实也 他这块起被我一掏空之后还是挺薄的 刚刚稍微有点惊讶他这个撞是很凑离不起啊 这明显应该要单接 撞完的话这个断点是 是是要怎么办 他如果要搬过我甚至都想直接打长啊他这个起 应该有点吃不消啊这个起 他现在可能只能跳了是不是但是跳 形状也不佳 刚刚 呃 我甚至我甚至现在都直接想把他挖断了 先接个时间了断两下反正这也不亏 但是他会不会拖先胡我一下 应该也还好 他还没有那么小 我这边是形状上来说很想点他但是 是 这个好吗 形状上来想点 还是点好了看起来第一感觉在这里 但他有可能两颗气掉啊比方说我断了他就打外面了 然后实际上尖一个那尖的话我们刚好可以搬在这 他这个形状还是很恶心啊这个 我现在立刻打吃的一打他这个 很恶心但是他先胡我一下 胡我一下我应该要硬吗其实 嗯有没有可能说不硬 好像不硬他也拿我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是打完他也冲不下去我不怕他吗 哇他这个让我断了 哇他这个让我断 真的吗这样子这边等于全挂了 这边等于全挂了 我这起Q一个好像吃比较大 Q是有点俗了 不是还好 我们就把他Q掉吧 他这个打吃完好像还真门风不死我这颗纸我会冲出来再冲 所以他拿我这颗纸好像还没办法吃不掉我 他吃不掉我了他左边这条 暂时也还没走好 这样子确实他这一整块其实都比较尴尬了而且已经这边确定死了 他这段我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因为我这颗纸都含在这里 先跑 我先先捅他一下 捅完我们就 就怎么想 单把是不是还比较好 因为这起我如果补到外面的话那这边好像有个拖过吗 这样被他连连回家了吗 所以这起我们好像还单体 单体可能还比较好 这样子他这颗纸还是吃不掉我 那 哎哟 哇他还敢救那边啊 他这这不要命了我这 我这度过他又怎么办啊 我这先度过把自己走后 整个都连后啦 那他这边还敢靠出来吗 这条都要死了 他现在选择要这边 等于说这边死了 这样白起当然也能接受 反正随便吃到哪边基本上就已经很很舒服了 这边再压破他两下 这边还是再压他一下 他这要出头也是很恶心啊 哇只能这样挑出来 这确实是很不愉快啊 就对黑起来说 那这边我们就顺势再冲他一下吧 他也只能再继续出头 那我们再把这个给拔掉 那这个拔掉等于说他这块起也基本上算死了 原来这边应该出不来 那接下来的话看看 他还要跑那这个真的是执迷不悟了 这个稍微把他罩住的话他这个应该出不了 出不了头 尖住 也可以而且他 里面也没机器 想要搞我的话也没有什么空间 这还要尖呢 这起简单的尖住应该就好像就死了 贴也可以 是不是监住比较简明 好像都挺简明的应该都可以吧 监我这个那再接住 这边想冲断我 断完的话我怎么硬 还是还是我们干脆退好了 这直接连一连 反正这颗只死了也不是说特别大 贴这里好了 他如果要吃我们还可以把这挡住这挡住其实超大离不起 这班山 想干嘛 那我这边就一下好了 这个也是 有一定价值 不然这个夹有点讨厌 不然我们干脆这边补一个好了不然他这个要夹进来 我把这边冲破 那这边补一补好这边左边吃掉之后白起应该好特别多所以 我们这边就 下下一些比较稳健的手段就可以了 这边可以吃一颗不过不大了这我们就飞一飞 左边死掉确实可能还是太大了他继续来拼搏 冲断了我们这边就随便打一打贴贴就可以了 反正就像我前面说了他里头实在是气太少了 这个没有什么拼搏的空间 敲这个 做要接吗 也是可 接一接好了 后续还有断 搬这个我们也可以搬吗 那这边有断点断完打过来还不行 这边继续贴 也算了吧 我们就断 我们就虎就好了 贴我这个那就再提一提 他这边还得联络一下 那我们他联络的话我们也飞回去 这起感觉黑起好像还是特别随手 感觉可能中第一段起有比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你 下太随手没没经过思考的话 真的还是很容易会爆炸 所以下起伸失手率还是必须的 当然有可能对手是想说往期吗就下开心的 这样子的态度可能不见得好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 随手骑下太多的话反而就 有时候就 你想要认真下以后也也会蹦出很多随手骑出来 所以可能就不太好了 我这还要主度 他自己都快死了 他他自己都快死 我们算了吧我们就把自己补好好了 那你如果现在还不脸我就真的要杀他哎呦这还不安断我 这我是可以夹过 这期应该说已经特别特别特别简明了 没有太多可以拼搏的地方 这还要弄我 这好像没有太大意义 靠我这个 这就我们都尝一尝一尝好了 反正补助 喔刚刚忘了 这边我们已经可以砍他了 我这边先糊两下好了 随时要砍他都是 他都是要死的 这里面打我一下干嘛 这我们就直接砍过来好了 反正里面他没几气吗 真的要弄我的话 他气也是不够 挡住 这样这条应该也死了 我觉得这期其实有点精华一尽了 我们就先稍微暂停一下 等 之后再看复盘就可以 好那这班棋最后对方是投降了 那我们接下来 从头来看一下这班棋 他这棋我觉得还是 走右下这个地角更大了 不然就挂 不过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小问题 右下这部棋他踢的时候我想问一下 这部棋我单沾 不知道是不是不太理想 但我也不知道下哪 决一是叫我要搬一个 不然我那时候怕他挖沾 或者或者怕断我也不知道他下什么 他是用断的 断的时候我再沾然后 打下去 只如果右下角走 你这样感觉白棋是还可以 不过这棋如果他挖沾是什么 挖沾我应该要接这里 不然就亏了 那这样子他断完再打下去 这样白棋还是挂了 我觉得AI的变化图是不是有点小问题啊 这黑棋如果断之前先挖沾一下再断 是不是白棋不太理想 嗯 这个有待上去 不然就是不沾这个 但不沾这个 也是有可能是不是 接的话再贴过来 等于说我取歪式 这样子不知道行不行啊 第一感是觉得 比较喜欢黑棋 但是白棋也不是不能下 应该白棋也不是不能完全不能下 不太确定啊 或者我虎一个 虎一个是不是形状好一点 虎虎一个感觉更厚一点 不过应该差别不大 这样子可能白棋也能下吧 那我挖沾被沾在这里 然后这里被打死 好像黑棋太大了 白棋 虽然也不小 但是比黑棋应该是 不满 相较黑棋应该是不满 不实际单年应该是更不好 但你没有挖沾他在搬这个 好像黑棋太爽 不然就是搬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考虑搬下来啊 我这单档真的是有点太臭了 这应该要搬下来的 我这有点下太水手 对吗 这棋明显要搬下来 我们说单档实在是有够臭 这形状上明显是要搬下来 因为搬下来的话他 他这个棋 如果说 低杆虎一个硬住吗 但是这样子被我打完 这边就挂掉了 所以这他虎不了的情况下 我这搬下来当然是 必须的一步棋 那他刚给的变化图是黑棋就旧一个 退回去就 就这一颗棋 我打吃 黑四是可以考虑接 我是觉得 这样的话可能再贴这个 然后再补 这样也是能下了 应该是肯定比实岸好 实岸挡完一爬 这边扳 太痛了 这又印不了 对不对 还是说我这时候应该再印 但是再印的话 被他连扳或者就算他退 我好像都亏大了 黑棋下面太大了 再印的话他 他太大了 果然AI也叫我拖先 拖先 那我实岸走拖先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不过 布局 好像 这边黑棋都下了还可以 但是 从哪边开始坏掉了 看一下 他这个 退回去应该是有问题 这不起 我觉得明显只能印在左边 这边有扳三之后再拆一个 白棋太舒服了 黑棋完全不像话 这明显只能去扳了 搬的话他叫我连搬了 对我那时候还在想要退还是连搬 不过连搬确实不错 他如果要打这边出来 这边这颗子被我摘掉他不行 他不是他不行 就是 比较不满 他有可能只能接回去是不是 刚刚他变化我给了什么 立下 立下 立下可能更积极 那这边比较参考价值不大 不过我这边 这边他明显应该搬 然后我应该连搬下去 那这边就看到 沾或者立下 可能立下好一点 好那实战这边被我搬沾的话 好像白棋就很舒服了 这个胜率已经整个标起来了 我走到这边居然就已经标到95以上了 这确实 好像一个局部黑棋 亏掉之后 整个胜率就标上去了 当然我们没有像AI一样那么好的掌控力 只是说 这边我们就算从人类的心情上来说也是非常不错 因为主要是这个逼到我这边 太大了 然后他本来还不错 势力变得这么小 然后白棋也为了一些死控 加上下一步这个打入是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了 一步棋 所以我觉得这边黑棋是亏的比想象中还要多很多 那后续的话这个被我打入完这个状啊 应该算是 太臭了 这应该明显只能接 接我看顶还是 顶还是 顶还是病还是退 有点搞不清 我应该会顶 这样他再往外跳 啊 必须要说这个状真的是很有问题 那这个整个形状就已经不对了 不要点到的话 应该说 之后应该是 黑棋没有太大的反扑机会了 形状出问题就不不太行 好吧那这般其实就跟大家讲到这边吧 那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